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1月2号,新的一年的第二天 今天一边开头呢,狗哥呢就不放这个小视频了啊 因为最近狗哥这个频道呢,又被油管是进入了这个黄标模式啊 所以呢,今天呢,就先不放这个容易引发黄标的这个小视频 这个问题呢,今天呢就不多说了 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啊 现在狗哥呢,还是按惯例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狗哥自己对在未来这新的一年 也就是在2023年 一些跟中国有密切关系的这个重大问题的判断和预测 在去年的年初,狗哥呢也做过对这个2022年的这个预测和判断 前段时间呢,也是把那个影片呢,又拿出来 跟资深的狗友们呢,一块儿回顾了一下 那狗哥这个预测的功率怎么样 大家都应该这个心里有数啊 狗哥呢,跟中国的那些官媒,党媒,还有很多的自媒体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狗哥呢,是从来不怕大家去看狗哥频道的核定本 狗哥在以前做过的影片 狗哥在以前做出来的这个判断和解读 狗哥呢,是从来不怕大家去挖坟,去回头看 当然了,狗哥在以前做出来的这个判断和预测 肯定呢,也不是这个百分之百都靠谱啊 距离这个百分之百呢,还差不少 但是呢,狗哥有信心,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啊 还是靠谱了,这方面这个牛叉呢,今天就不多吹了 现在开始呢,呃,跟大家分享狗哥对这个2023年一些重大问题的判断 在这呢,狗哥呢,还要强调一下啊 就是这些对未来的预测判断,基本上都是对灰犀牛问题的预测啊 不是预测这个黑天鹅事件 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是这个灰犀牛,什么是这个黑天鹅 很多网友呢,也都会知道 就是对未来的预测和判断啊 只有针对灰犀牛事件和问题,它才是有意义的 因为你对于这个黑天鹅事件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预测 所以呢,这些托马事件,它才会叫黑天鹅 你比如说,大家预测在这个新的一年里边 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他在中国人里边的这个威信 威望 中国人对习近平的这种看法呢,会下降 那这个呢,它就属于是这个灰犀牛的事件和问题 这个呢,就是可以去做出判断,还有预测的 但是呢,你如果说,现在有人预测 说这个在新的一年里边,习近平他会突然挂掉 在今年,中国会出现这个宫廷政变 那这种预测呢,它就属于是这个抓黑天鹅了 你现在做这种所谓的预测呢,没有任何的意义 现在也没有任何现实的证据和基础去支撑这种预测 如果现在有这种预测,说这个习近平在今年会挂掉 或者说在今年中国会出现这个宫廷政变 那这种所谓的预测呢,它基本上就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就是故意胡说,骗流量 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装神弄鬼,当神棍,展示这个超能力 其实这个主要目的呢,还是骗流量 所以呢,大家呢,不管是这个观察和判断 这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它的这个发展变化 还是说在个人的这个职业生涯 在个人的家庭等等这些问题上去把握未来 最主要,大家的精力呢,还是要放在这个灰犀牛事件和问题上 而不是说去这个关注黑天鹅事件 因为这个黑天鹅事件,它是没有办法去提前进行预测的啊 你没法提前去预判的东西 你呢,就没有办法提前去做这种靠谱的准备 去趋利避害 这个呢,是狗哥啊,做预测的一些重要的原则 首先呢,是再给大家呢,说明一下 现在就开始对这个2023年的一些预测 希望在一年之后,大家呢,再来看 不要发现这个狗哥呢,被很严重的打脸 狗哥呢,也要这方面的自信 肯定是不会这个被严重打脸的 首先,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也是最严肃的一个问题 就是跟中国有关系的战争与和平这个问题 就在新的一年里边 发生跟中国有关系的这个战争和武装冲突 它的概率有多大 那这些可能的战争和冲突 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个中国人 还有中国的周边 比如说台湾人的生活 说这个问题之前呢 还是首先说一下 大家同样是非常关注的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场战争 在新的一年里边 狗哥对这场战争的预测 对于俄国跟乌克兰这场战争 在新的一年的走势 狗哥呢,是谨慎的乐观 就是在今年2023年 这场战争呢 它有可能会结束 这个发生的概率 狗哥认为呢 应该呢,是在50%到60%之间 所以呢,狗哥呢,是谨慎乐观 那这场战争 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去结束 乌克兰会不会收回 它被侵占的这个所有的领土 包括克里米亚 这个呢,就不好说了 狗哥呢,还是那句话 就是对将来要发生事件的这个具体的细节 你这个呢,是没法提前去预测的 也就是说呢,灰犀牛从远远的这个走过来 这个事呢,你可以预测 但是呢,走过来的这个灰犀牛身上 它到底有多少根毛 你这个呢,是没法预测的 就是这个道理 狗哥是对俄国跟乌克兰的这场战争 在今年结束 或者至少呢,是暂时停战 对今年发生这个事的前景呢 是谨慎乐观 另外一个可以预测的情况 就是在今年 不管是这种正式的停战也好 还是说暂时的停战也好 那这个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呢 都是一个超级大失败 普京这个人 他经过发动这场战争 他经过在这场战争里边 遭遇到这种重大的失败 狗哥认为呢 普京这个人 在俄国的这个政治里边呢 他基本上就算是完了 普京最后的这个具体的结局 同样的是不好说 但是呢 可以肯定的一个情况 就是普京 他在俄罗斯国内的这种威信和威望 已经是完了 以前曾经长期存在的那个强人普京 已经是不存在了 在这方面 俄国这个国家 他国内的政治 可能会出现大的变动 另外 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来说 狗哥是可以预测 经过这场战争啊 俄国这个国家呢 他很可能会进一步的走向分裂 这个呢 也可以看成是苏联崩溃以后 这个帝国 他的继续崩溃 继续分裂的过程的延续 战争的另外一方面 乌克兰 他经过这场战争以后呢 肯定会进一步的去靠近欧盟 还有北约 所以呢 这整个事呢 他其实是非常讽刺的啊 也是这个人类历史上会经常出现的情节 就是俄国这个国家啊 普京大帝 他本来是想要进一步的去巩固这个帝国 要恢复这个帝国的荣光 所以呢 他就发动了这个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但是呢 这个战争的结果呢 是他在这场战争里边失败 失败的后果呢 反而呢 是会导致这个帝国的崩溃 还有瓦解 其实这个道理呢 这个中国人呢 都会很熟悉 就是中国官方 他自未来 非常喜欢讲的 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这个呢 就是普京他发动这场战争 他的操作的本质 在这呢 他的狗哥呢 也要强调一下 就是狗哥预测俄国这个国家 他因为这场战争 会进一步的走向分裂 并不是说在今年 这个情况呢 就会发生 但是呢 在未来几年 这个情况呢 他很可能会出现 这个呢 是狗哥对俄国乌克兰这场战争 在今年走势的一些预测 另外 就是对这个跟中国有直接关系的 这些个战争和冲突的预测 一个总体的预测呢 就是在今年2023年 中国发动 或者中国直接介入大规模战争的这种可能性呢 还是不大 很小 狗哥呢 预测这种概率啊 就是中国直接发动 或者中国参加大规模战争的这种可能性呢 它是小于5%啊 很小很小 这种可能性 这其中 大家最关注的 可能就是这个自古以来传说中的这个中国 对台湾的武统战争 今年发生的这个概率呢 还是很小 很小 中国跟这个周边国家啊 比如说跟日本 跟美国 跟越南 跟菲律宾啊 等等啊 在亚太地区发生战争的这个可能性呢 它呢也是很小 中国在西部边境跟印度发生战争的这种可能性呢 也是非常的小 大家注意 狗哥在这说的都是这个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这方面这个可能性呢 它是非常小的 但是呢 中国跟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啊 也包括在这个台湾海峡 发生小规模军事摩擦 甚至小型冲突的可能性 狗哥认为呢 比较大 这方面发生这个概率呢 会超过50% 甚至说在今年会达到60% 70% 就像在上个月发生的这个中印边境的冲突 就属于呢 是这种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和冲突 狗哥认为呢 在今年 2023年 这种小规模的摩擦和冲突 有比较大的概率呢 还会发生 而且呢 不限于呢 是只在这个中印边境 在台湾海峡 在台湾周边 在南中国海 都有这个比较大的概率 会发生这种小规模的摩擦 还有冲突 但是呢 这些小摩擦和冲突 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呢 是很小 也就是说呢 能够严重影响普通人这种生活的可能性呢 它是很小 这个呢 是关于对这个今年战争和和平 这个问题的预测 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对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预测 狗哥的预测 在今年的某时候啊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他会正式宣布 全世界这种武汉肺炎疫情大流行的结束 就是世卫组织 他呢 会在今年宣布 这个地球上呢 这一轮pandemic 他结束了啊 这一场 从中国开始 最后又在中国收尾的这个全球大流行 他会在今年结束 在今年 这个病毒 他发生严重变异 导致这个疫情 他继续严重 导致世卫组织不能宣布这个大流行结束 那这个发生的可能性呢 他是比较小啊 狗哥认为这个发生的概率呢 应该会低于这个百分之二十 这个呢 是狗哥在全世界疫情问题上的一个预测 关于中国墙里边的这个疫情 狗今天呢 就不说了啊 因为在最近呢 已经是说过太多太多了 中国墙里边呢 其实呢 就四个字啊 糊里糊涂 狗哥对这个2023年的第三个预测 是关于这个中国经济 最近一个月 中国政府他突然退出清零啊 他突然完全掏命以后 中国墙里边呢 是出现了一种这个非常乐观的情绪 认为这个在疫情海啸过去以后 中国他必然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就是民众的这种报复性的消费 然后认为这个中国经济呢 也会出现报复性的恢复 报复性的增长 都是这个报复性的 不知道这个是中国人要报复谁 墙外边对这个中国经济 在退出清零以后的走势呢 也大多数都是这个比较乐观 狗哥自己是认为 很多中国网友都曾经很熟悉过的一句话 对于现在预测和判断 中国经济在将来的这个走势呢 还是有效的啊 就是2019年是中国过去十年里边最差的一年 但却是中国在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这个呢 是在当时的这个2019年 中国互联网企业巨头美团的这个老板王兴 他讲过的一句话 当时他的这句话在中国舆论里的这个讨论和反响呢 是非常热烈的 当时的那个讨论 中国的不少精英对王兴的这个判断呢 都是很认可的啊 他们对这个中国互联网行业 还有整个中国经济的这个走势呢 都是表现的很忧心啊 比较悲观 但是在当时中国最广大的红狼们 他们都是这个不认可的 当时骂这个资本的力量 骂王兴这样的资本家啊 最厉害的就是中国最广大的红狼们 结果这个随后的三年下来到现在 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 从2019年到现在这三年下来 中国的经济真的是越来越差 对不对 今天对这个中国经济这种详细的分析呢 就不多说了 狗哥呢就两句话 第一2019年是中国经济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 但却是中国未来十年里边最好的一年 这个判断狗哥呢 现在还认可 第二 说这个2019年是过去十年里 中国经济最差的一年 当时主要说的是这个中国经济里边 他显示出来的严重问题 和将来的这个解决的前景 是比较差 比较悲观 并不是说这个中国官方统计 他们编出来的那些GDP的数据 2019年中国经济就显示出来的这个严重的问题 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问题 你比如说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 比如说中美脱钩的问题等等 那到现在有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是不是并没有 而且呢 这些问题经过这三年疫情下来 反而呢 是都还更严重了 而且呢 三年疫情下来 又给中国经济造成了更多新的严重问题 对不对 所以呢 狗哥对今年这个中国经济的走势呢 还是非常严重的 不看好 传说中的这个中国经济的报复性的增长呢 它肯定是不会出现 肯定是不存在的 2023年的中国经济 跟2022年 跟去年比 它可能呢 会好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它绝对回不到2019年的那种状态 这呢 是狗哥对今年中国经济的预测还有判断 所以呢 狗哥是建议这个中国墙里边的网友们 大家呢 在个人的这个职业规划和投资方面 最好呢 还是谨慎为主 今年呢 最好呢 还是以稳为主 当然了这个 有能力移民的这个中国墙里边的网友们 狗哥呢 还是建议大家呢 是早移民早发财 这个呢 也是2019年 狗哥这个YouTube频道 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建议 当然了这个润出去的中国网友们 在墙外边的未必都能发大财 但是呢 大家呢 最起码过去三年 没有在中国墙里边 受这种清零和躺平的各种折磨 那这个对个人和家庭来说 他本身就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财富 对不对 对这一点 墙外边网友们都可以留言说一下 肯定的会是这样 像狗哥自己 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没有做过核酸 没有被这个强行的捅过喉咙 狗哥打过的这个疫苗 跟美国总统他打过的是一样的 如果狗哥有需要身边的这个医疗系统呢 也完全能提供辉瑞的这个特效药 派克斯罗伟的 你像这些经历和条件 你如果说按照中国墙里边 现在的标准 大家说能值多少钱 如果这些他能够用这个金钱来衡量的话 但是呢 你像这些对于这个中国墙外边 所有生活的现代文明国家的网友们来说 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个稀松平常都可以享受到的 这方面呢 就不多说了 今天的最后一个预测是关于中国政治啊 主要呢 就是关于这个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 在一面看头 狗哥说了 狗哥呢 从来不去预测这个地图北京 他会不会发生这个政变啊 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个政变 因为做这种预测的 基本上都是这个神棍 骗流量的 狗哥今天对于这个中国政治的一个主要预测呢 就是在新的一年 2023年 中国最高领袖习近平 他在墙里边的这个威望 威信会降低不少 而且呢 这个情况呢 他已经发生 那习近平这个威望降低 或者说在中国人里边这种口碑的严重降低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最近他这个突然决定退出清零 完全躺平的这个操作 这个呢 就不用狗哥再去详意解释了 因为中国墙里边的网友们肯定大家都感受到了 就是对中国政府 他最近的这个操作 即便是在中国墙里边 也没有几个中国人会说好 会说中国政府啊 最高领袖的这个操作很牛叉 很英明 很伟大 几乎没有人会这么认为 对不对 反而是这个相反的状况 就中国人对中国政府的这种突然退出清零 完全躺平基本上都是非常不满意的 中国人里边的这个所谓的清零派啊 就是最广大的红狼们 他们呢是很不满意的啊 因为国家在清零这方面忽悠了他们长达三年的时间 现在竟然是决定要退出清零 要躺平 所以呢 这些红狼们啊 也有这个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们 他们呢是很不满意的 中国人里边的这个所谓的躺平派啊 躺匪们 他们同样对中国政府的这个操作呢 很不满意 因为虽然中国政府他是退出清零了 但是呢 他这个退出呢 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同样呢 是视中国人的人命呢 如草芥啊 连这个最基本的退烧药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呢 主张退出清零呢 他们也是对这个中国政府呢 是非常不满意的啊 总而言之呢 就是习近平呢 最近的这个操作呀 在中国人里边呢 是两头不大好 没有谁对他的这个操作的满意 反而呢 大家呢 都是这个很不满意 这个呢 就必然会导致这个习近平 他在中国人里边的微信呢 会下降很多 而且呢 在今年 习近平他在中国能做的事 能做的 呃 能够提升他威望的这个事呢 并不多 刚才说了 他的今年 武统台湾的这个可能性呢 很小 在这个发展中国经济 让中国人能挣更多的钱 这方面 这个估计呢 他呢 也不行 所以呢 狗哥是预测 习近平 他今年在中国的这个微信 在中国人里边的口碑 会继续下降很多 特别呢 是在这个中国的精英阶层里边 那这个情况的出现 会不会在中国政治里边 引发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呢 就属于这个黑天鹅了 大家呢 都可以跟狗哥呢 在今年呢 去继续关注 好了 这个呢 就是狗哥对今年啊 对2023年的四大预测 明年这个时候 大家都可以再把这个影片翻出来 大狗哥的脸 好了 今天的介绍这么多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